看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次的就讯 那么这次的就讯的时间呢 是在刚刚5点09分的时候结束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锁定的是几个重大的案件 包括了二次经改洗钱案 还有国务基要费的案件 也包括了企业行贿案 当然包括了就是呢 龙潭科技园区的这个内容 不过吴淑珍在刚才呢 则是透由律师来签名 发表了三点的声明 总之就是 他说他自己不是公务人员 他不可能用到公款 而且说希望这个事情 是由法院来进行调查 甚至还认为不该压的人 不应该继续的积压 不过呢 今天大家想知道的 这次大阵仗的 前往宝莱花园就讯吴淑珍 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内的二度 而这次不再是全程录音录影 而且呢 现场请来的三名医护人员 全程在现场待命 下午一点半 载着检察官 检察事务官 以及法警的真房车 开除特征组 准备前往宝莱花园 自度就讯吴淑珍 在吴淑珍委任律师李盛雄 进入宝莱花园没多久 2点11分 真房车也抵达宝莱花园 直接开入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这是继11月15号 就训吴淑珍后 特征组在一个星期内 第二度就训吴淑珍 会如此密集约谈 是因为特征组考量吴淑珍身体状况不佳 才决定分批训问 这次特征组要离经的疑点 是龙潭闭案和立期建设现金的相关案情 而负责训问吴淑珍的三名检察官分别是周世瑜 林哲慧和岳芳如 在场的还包括一名检察事务官 以及一名书记官 证训过程全程录音录影 担心虚误过程 吴淑珍体力无法附和 特征组请来台北医学院的救护车 随时待命 虚误过程中也请来一名医师 以及两名护士 在隔壁房间等候 随时应变吴淑珍的身体状况 委员部分也不马虎 特别调派了新一分局的20名警力 到宝莱花园借户 特征组第四度救训吴淑珍 厘清扁岸相关案情 侦办已经到了最后的收网阶段 最快月底 特征组就能症结部分案情 周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